潘天寿画的松树 他很齐俊 这是李克冉先生画的葱树 杂树 树林 他用了这种衬托法 后面的深 前面的浅 后面的暗 前面的亮 用这个来托这个树 用一棵树 后面画这么一个树的树林 前面很简练 后面很概括 这是他借鉴了一些西画的画法 这是齐白石画的山树 水山 这是潘天寿画的松树 这是他画的松树 苍茎 齐绝 像金石一样 那么画树呢 刚才我们说了 画树难画叶 还有一句话 叫画树难结顶 这个结顶啊 就是指的画这个树的顶端 的形状 这个难画 画山 画树 都有一个结顶 这个问题 我们看 画到树顶上 这一层小树 树顶的这个形状 树顶的这个形状很要注意 他要不齐之齐 齐耳不齐 太齐了 像刀切的一样 他不自然 他也不真实 说太不齐 毫无规律 很凌乱 也不选 叫不齐之齐 齐耳不齐 这个在绘画里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 任何一个造型 在山水画里 无论是山石还是树木 甚至乃至是房屋和建筑 这个顶 这个边缘线 很重要 也可以理解成叫轮廓 是什么形状的轮廓线 要注意 这是李克冉先生的一张画的梅花 梅树 看这个梅树啊 它的树顶 就符合那个不齐之齐 齐耳不齐的规律 这个是我好多年前 在昌平画的一张狮子树的一个鞋身 他也要符合这个 齐耳不齐 这个规律 我们看 这是